我们的节目把一个中国节拴在这上面 作为他们圣诞节的一个小礼物 刚才我们看到的是 我们的设置组在短短的七天时间里 从挪威首都奥斯陆 西部沿海港口城市奥勒松 还有北极圈内的特罗姆瑟 拍回的小片子 虽然时间非常仓促到 我们还是有一些意外的收获 一个就是我们有幸见到了北极光 可惜当时拍摄条件不允许 我们没办法在节目当中展现这种大自然的奇观 另外一个惊喜就是我们在奥斯陆碰到了一位老朋友 他是挪威的民乐演奏家 有一个中国名字叫阿福 对 阿福是我们在96年的挪威之行当中结识的 他对中国民乐很有兴趣 后来还到中国演出过 我们的兰幕组还录制过 他吹奏的中国笛子曲 这次摄制组到阿福家去做客 阿福还请来了一位 就是另外一位挪威的民乐演奏家 叫做安娜比奥克 和他一起演奏了两首乐曲 阿福的本名是斯泰纳阿福斯达 从少年时代 他就迷上了挪威传统民乐 后来他开始收集世界各地的民族乐器 并且样样精通 他和几位朋友组成的乐队 用传统民间乐器演奏自己符写的乐曲 在挪威各地大受欢迎 阿福对艺术的痴迷感染着他的妻子儿女 孩子们从小就生活在音乐中 每年阿福都要和乐队一起 在北欧各国做很多次巡回演出 在峡湾和山谷中留下优美的乐声 在峡湾和山谷中留下传统民间乐 阿福在七十年代就曾走访中国 他拜笛子演奏家王铁锤为师 学习中国笛子吹奏 他还断断续续地学习了一些中文 所以这把笛子是王铁锤先生给你的 阿福第一次开始学笛子就是从他那开始的 这是他这个鉴定了制作的这么一把笛子 阿福家里收了有200多件乐器 200多件乐器 200多件乐器 然后其中大部分都是从中国来的乐器 这一墙挂的 你看就光笛子 How many笛子 do you have? I don't know I have in the other rooms I have more suitcases Over a hundred Must get over a hundred Yeah 看这个房顶上还挂着这些 都没地方搁了 只好挂起来了 这把笛子是怎么回事 我很喜欢笛子 笛子 笛子 And you have you also have xiao here I have a xiao but it was so difficult to play It was very difficult to play 即使是像阿福这么全才的一个音乐家 也会觉得有一样乐器不太好演奏 就是 xiao And I had to put on the fingers in the right way But I don't Let's have a try All the words olmaz 厚 tip Not even Let's see Ag name H live H have you seen qué籤of no I but You are the Chinese No why let's ing you know לד shway 阿博说他第一次看到我们中国的那个邦迪的时候特别吃惊 因为他发现这个邦迪和他们挪威民间传统的乐器柳迪 是非常非常的像这个就是牛迪 朋友们为我做了这些奏笔 阿福 你有阿福在这里 可以吹起来是在这个头上插的木头 再把这个奏笔切断 阿福对中国文化怀有很深厚的感情 他在家中和伙伴一起演奏了一支中国乐曲 向中国的电视观众祝贺新年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音乐无果解 艺术可以沟通心灵 阿福在中国有很多朋友 他们之间的友谊可以说是 两国艺术家友好交往的真实写照 挪威现任首相邦德维克先生 在接受中国记者采访的时候 也表示挪威政府会继续重视 两国之间在文化艺术方面的交流 开展更多层面的合作 我们的挪威冬日之行到这就结束了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环球节目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